鄭偉,想問你去年十月上任,到現在已經一年內,當初入閣前對自己想做的期許或是聊天,有沒有達到? 對,其實我覺得應該說完全都有達到,因為我之前對自己的期許,相信大家都有聽過,是我要當公僕的公僕,那所謂公僕的公僕的意思就是透過我的學會方面的一些知識,一些能力去幫助公務人員,尤其在面對民眾的時候,能夠更節省力氣,然後能夠更不感到恐懼,然後不感到不安,那一言不來我們也看到說,不管是從市場聯署,從立臺灣的協助平台,其實中央部會的朋友們,之前在公司的公司, 要講到直接面對第一線民眾,確實都沒有地方的朋友們,來的那麼熟練,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直接面對民眾不再沒有問題,而且也常常能夠做出一些很有創意的解決方法,所以在這一點上面,就是作為豐富的豐富,應該,不應該我自己來打分數了,應該去問公務員朋友們,但是我覺得至少這個目標是有達成的 你剛剛有說,他們有一些比較創意的做法,家裡包有分享比較深刻的那些? 像舉例來講,我們五月在報稅的時候,大家可能還記得有一天左右,報稅不是很容易嗎? 那而且因為又剛好碰到就是Oracle這家廠商,他對Java AdWords的這個技術,就是在Mac跟Linux上面報稅的時候的這個技術,他把它停用了,所以就會變成是說,如果你不是用Windows的話,報稅幾乎是不可能的,你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時間,那也有朋友打電話去財政部,那據說也有朋友跟他說,誒,是不是跟朋友借個Windows啊? 對對對,那寫出來之後,當然這個財政部就受到很大的各方的壓力嘛,那剛好也是因為連署品牌上面也有朋友提出來說,誒,他其實用的字眼也是絲毫不訓於媒體記者嘛,他就是說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對,這是他的連署的提案,那所以我覺得財政部當時很主動的,就是他沒有等五千人,可能五個人的時候, 他就說,誒,那我們應該來開協作會議,應該來直接去面對大家,那我覺得很好就是說,財政部並沒有把大家想成是所謂報名,或者是所謂的抗議民眾,事實上我們跟連署人跟提案人見面,他們就是專業的設計師,他們就是Mac的設計師,他們對於怎麼樣讓報稅軟體好用,比我們還要懂,那這樣情況下,他們就會覺得說,誒,政府不但是所謂傾聽民意, 而是進一步變成所謂一起協作的一個關係,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連續開了四五場工作坊,就是請連署人以及其他懂設計的人,一起來重新設計,我們明年報稅的體驗,不但要把它做成在Mac跟Linux上可以報稅,而且要把報稅的過程弄得比現在Windows更好,所以說不定是Windows要跟朋友借一台Mac電腦來報稅,那這樣子的情況,其實我們自己靠文部門是做不到的,那非常誠實, 我們就是靠連署朋友們的一起進來參與,才能夠一起做出符合大家需求的政策,所以這個新的報稅軟體明年就有機會用到,對,事實上我們的就是成商,就是官貿,它事實上我們最近一個禮拜,已經看到經過這個幾次工作坊之後,他們已經重新設計過流程,見面新的見面看到了,今天還來不及秀在這邊,但是可以說真的好很多,那所以接下來我覺得到,從現在到明年,我們還會反過來, 負責做很多次測試,那預期就是說,希望大家在用的過程裡面,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說,用完之後心情會變好,因為邊報稅大家心情會變好,但是至少不要比反來還要差了,大概是這樣, 這個見面,這回事後可以讓我們看,就可以提供給我們使用,因為這個我要問財政部跟廠商,對,但是至少以我自己收到的來講,真的好蠻多的,那如果他們覺得可以提供的話,我們一定會提供的, 好,那政委這一年來,你有沒有拿三件事,對你印象最深刻,可以舉三個例子,三個例子,我想第一個就是,剛才講的財政局的這個協作案,我覺得這個蠻經典的,因為這個它是第一次,我們出來完全沒有想要防衛性的,我們完全是說,你的批評很有道理,但是我們真的不會做,大家一起來做好不好, 那我想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能夠採行這樣子的態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這是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們有一個公部門的那個見習生的一個計畫,那這個呢,其實是行之有年的,教育部本來就會讓各部門的公部門,都會有一些見習生,在這邊實習,但是因為以前呢,都是在辦公室裡面實習, 他要給他一個椅子啊,這些,所以呢,人數也不會很多,但是我們今年呢,就是這一次兩個月的時間,一次就15萬見習生,那而且呢,他是全台灣都有,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其實在兩年前就一個,所謂電傳勞動,或遠端勞動的一個政策出來,所以其實他在家裡,也可以算作是在上班,所以說他做的事情是什麼,是幫公部門去檢視,有一點像剛才說在Mac上面,用報紙員題會很複雜啊,或者會跑板啊,或者有亂碼啊,這些, 這些問題,那這些學生呢,就自己去幫忙檢視,所有的我們二級機關的網站,去找出所有這些問題來,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說,我們前幾天才第一次,就是run了兩個星期之後,有一個披薩會,那所以大家吃披薩,那在裡面的這個資訊專業的學生呢,其實真的,你資訊上非常的專業,他們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自動化的工具,能夠來減低大家的這個困難,除此之外呢,他們也第一波的就看到了很多問題,甚至他們就改進去, 這些行就解決了,所以我們並不是讓這些學生,只是來指出問題,而是他們就很主動的去幫忙部會解決問題,然後大家就讓部會的朋友們,我覺得也很impressed,就是說我們本來覺得大學生,還是來學習的嘛,但事實上真的教學相長,他們可能學到的是公部門怎麼做網站,行政的流程,或者是我們自己之間這個公部門合作的方法等等,但是我們也跟他們學習最新的,使用這體驗,設計思考等等這些東西,所以我覺得教學相長, 這個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三個,那第三件事情我覺得,我自己印象滿深刻的是,我在之前前幾天,有到Telex台北,去進行了一場短講,那講的就是關於社會企業以及社會創新的政策,那在那個之後,其實有一場有直播,但是當時收音有點不太好,所以大家可能比較難聽, 去收聽的一個,就是我跟在場所有Telex台北的參與者,針對這個政府的社會創新政策,然後以及社會企業的現有政策進行對談,那我覺得印象很深刻的是說,在場的就是不管是社企的創業家,或者是想要投入這個領域的人,或者就是一般的路人,或什麼之類的,大家對於我提出來的這個,就是說,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注意,但是具體講得出創新模式的人,可能十個人裡面, 可能沒有兩個的這個情況,大家都覺得,他可以做一些事情來改變,也就是說,我從那個對談裡面,感覺到說,氣氛真的不一樣,在以前就是我小時候,如果現在有一個政委出來,講說,政府現在政策怎麼怎麼樣,大家都是等著政府去做,但是我在那個對談裡面,很強烈的看到就是說,大家都是問說,好,我現在就要做了,不管政府怎麼樣,我就是要做了,但是如果政府能夠更知道我在做什麼,把我的力量跟別人串聯到會更好,所以真的,這個自己的國家, 只有這個,不是口號而已,真的可以感覺到,尤其在年輕人,在TEDx,台北的那個會場,大家都不是預設說,政府一定要好像是包山包海,而是說,我們的功能就是讓大家知道,我們政策形成的過程,大家運用這個政策,自己就會捲起袖子去做,那這個讓我印象很深刻。那鄭偉,你提到這個設計,我們數據稍微換一下吧,就是這個第三題,就是鄭偉,10月之後開始就說,你每週三到 要到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去辦公,但你是希望可以發揮什麼樣貢獻,會想要做什麼樣貢獻?是,我想最重要的,原來就是說,大家都很認同,但社會上人知道,的這件事情,我們會希望說,只要大家對社企想要有進一步的認知,他在全台灣各地的社創中心,都可以去獲得,就是實體的去跟這些正在做社會創新的朋友們進行對話,那另外一個部分,我想要做的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社會企業是分散在非常多不同的部會去辦理,那我們透過就是下鄉巡迴,然後以及office hour這樣的方式,確保說當每一個部會,當他回應了一個民眾的需求的時候,所有其他部會也都知道這件事情,所以這一部分也是我們在內部有一個學習圈的這樣一個概念,所以說不管是我們的聯席會議的主字稿,大家一次都看到,或者是大家來我的office hour,我們也會錄音,也會製作主字稿, 一次讓所有部會看到,我們都在推行一個所謂的政策履歷,這樣子一個概念,就是說當一個部會推出一個政策的時候,當你回去用權威檢索,用一些數位的方式,你就可以看到說這是因為哪一天哪一個人在哪裡提出了什麼,所以才變成這樣,那我覺得這一點就是我們必須要以先作則來做,因為這真的是一個新的政策形成的方式,之前可能在電子競技的選手權益案,在一些案裡面我們有這樣做,但是要擴大到一種像社會創新這種, 權貨性的政策,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個之前的例子可以原用,所以我們現在等於就是用一個自己也在做創新實驗的方式,來去想說我們未來這種權貨性的政策,我們怎麼樣把政策履歷還做好,會讓政策履歷證為在現在這個辦公室應該也可以做,不一定要做這個設計這個實驗中心?當然,當然不行,我如果在這邊的話,我能夠看到的人實在要非常有限的,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如果關起門來做決策, 我們往往就是從民間的角度來看,我們就是有解釋問題,但沒有解決問題,我們如果是實際移動到各個地方,因為不是只是在北部的社創中心,我們接下來是去行政院的各個的辦公室,包含我們在中部,在南部,在雲家,在花東的辦公室,所以同樣到的也是我實際每兩個禮拜去一次那些地方,就是一方面讓那些朋友都能夠透過遠距或實體過來去描述他們實際碰到的問題, 二方面不會在解決的時候,也讓所有其他人在台灣別的角度碰到一樣問題的人,都可以知道說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那另外一個作用就是說等兩個禮拜四次,兩個月之後我回到同一個地方,如果還沒有解決的話,那同一個人又可以再出來說,你解決了我的一部分問題,但是可能沒有對焦,或者是說問題解決了,衍生出了額外的問題等等,那這個才是真正的政策履歷,不然都會是一兩次的一次性的東西,它並沒有一個延續性, 所以我如果一直坐在這邊的話,我一直碰到就是一次一次來的人,但他並沒有跟在地的社群去進行跟進行連結,那這有剛剛提到說,你每兩週都要到市正月各地辦公室,又重複辦公室,但主要是在聚焦談社區的問題嗎?對,因為社會創新本來在各個地方,就是有不同的社會問題,所以當然也有不同的人,用社會使命商業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那所以我們的目的當然就是說,讓大家在每個地方社會主持都能夠讓全台灣看到, 而不是看起來好像只有北部的社會創新才有能見比,那這個很重要,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其實社會創新是一個非常廣益的,如果你去看聯合國SDGs的話,那這些永續發展目標,其實就是社會的全部的層面,所以也不是說只是社企,而是說我們透過社會創新的方法去接觸到每個角落,等於是說我們願意面對的人,或者是我們願意幫忙解決他們的問題的人的前提,是他自己已經在幫社會解決問題,已經在聯繫商業模式, 跟社會的使命,那因為我們當然不可能一次去見到所有的人,所以我們就是透過,幫這些陪勵者陪勵的方式,等於讓他們當我們的LASMA,當然說不定有時候我們是他們的LASMA,這都是路向的 那這偶像是這樣子一個什麼樣的形式,你每兩周去就是去辦公一天嗎,還是說是每兩周 對,有時候前一天就會到嘛,然後所以當然也是包含那個地方旁邊的別的非都現實,我覺得那個也很重要,就是實際去了解情況,那另外一個, 部分就是說這個辦公它是有線上的層面,所以我們可能同時四五十個人,他都可以一起去拍我們遠距的視訊的軟體,那在線上報名的人呢,他除了就是可以直接跟我透過視訊對話,過到現場之外,剛才提到各部會的朋友,可能也在各部會的遠距會議室,或在我們行政院的第二會議室,那第二會議室有一個特色,就是說你一講話,鏡頭就會自動take down你,所以說等於就是說各部會的朋友們在那邊,就好像跟我在, 現場一樣,任何時候任何部會的朋友一按鍵一回應,大家就會看到他解釋的樣子 那這個地方的社區,他們是可以主動換我們來參加的? 當然,當然 那政委想說,你除了這個到每兩周到巡迴各辦公室外,他有什麼樣的工作重點,在社會企業的方面? 另外一個工作重點,我想就是去確保說,在這邊,就是確保說它是一把大傘,我們社會企業其實,當然中間是,等我一下嗎? 社會企業當然它中間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的團結經濟、合作經濟,就是大家是用彼此之間互相互助共好的方式來去工作,而不是說好像只能競爭或者是一味的去對立,那但是呢,社企業其實也是各個不同的社群的一個組合,好比像說可能有NPO的社群, 他們想要追求一些永續的經營,好比像說有一些企業它是一些比較CSR,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部門,但它想要有更多的公益的參與,而不是他們自己在做一個基金會,那同樣道理剛才提到了有合作社運動的朋友們,那但是呢,這些其實是要放在當地的社會情境下去看的,所以說這把大傘它的目的就是說,我們不是說這些模式之間互相競爭,相反的不管你採用公司模式,NPO模式,或者是合作社模式, 理論上只要解決同一個社會問題的朋友,都是潛在的合作對象,只是說以前大家,好比像說看到兩家公司,就遇社會覺得說他們在搶市場,我一定要彼此競爭等等,所以我們等於是把大家在解決同一個社會問題的這個想法,去把它實際帶入每個地方的情境,然後再去配合,如果那是一個農業縣市,可能農業改行廠,這些政府的資源, 那如果是工業縣市,可能有它的就是產發等等這些資源,所有這些不同的資源,都能夠讓這些朋友們看得到,而且讓組織上面,不會是覺得說我們偏重特定的組織,同樣道理,以前社會企業可能跟青年的創業,也會比較聯繫在一起,但是我們實際去各地發現,就是說,不是啊,有很多地方是壯年的創業,是熟齡的創業,熱齡創業, 然後甚至我們現在叫做跨世代創業,就是它創業團隊裡面,本來就有需求者,提供者,比較年輕的,比較年長的等等,所以這種跨世代創業的模式,也是我們在巡迴上面,會去進一步去行塑,然後並且進一步讓整個社會更知道,要怎麼樣去參與這個生態系,大概這樣。那具體來說的話,會希望怎麼樣來做,做一起來這個大三?我想法規是很重要的一點,我們在公司法的修法上面,本來我們現在, 就即將要提到立法院了嘛,那裡面有一條很重要的,就是在第一條,公司以盈利為目的,那這個其實是也蠻少見的,就是就把它等於寫死了,它就是只能賺錢這樣,那我們現在的新版裡面,應該就是會去說,但是社會,對公司現在有更多的期待了嘛,所以公司得,就是它可以去說,我除了盈利目的之外,我也有本同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社會目的,也就是說,它如果說, 如果這個公司設計出來,它就是要解決某個社會問題,那它可以在藏程裡面把它寫清楚,而且我們公司法,因為這樣子互相平衡,所以大家就知道說,這是一個共益的,就是大家都好的一個公司,它能夠兼顧盈利的需求,跟解決社會問題的需求,那這個訊息把它明確的讓社會知道,才不會變成好像是說,公司就是專門賺錢的,然後NPO就是專門解決社會問題的,這種對立的一種思維,所以我想法規這部分很重要, 那當然在接下來的,不管是中和企業法案條例,或者是所有企業法案條例上面,我們也會為社會創新,有更多的空間,不過這個之前,就是中期處理處長,在任何報告過,我這邊就不重複了,正偉,你這樣講起來,你接下來沒兩週,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就要到各版本,10月底開始,10月底就開始,那這樣講起來,正偉,你接下來應該會很大的行李,就放在社會期間長,其實我們之前已經學會過一次了, 所以可以說,之前都買了一家子花水,就是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開幕之前,我們就是默默的努力,那現在我們就比較不是默默努力,因為比較高調的努力,但是就是花在心裡是差不多的,那正偉,大家都覺得好像是數位正,就是跟一些數位比較關,那你接下來是不是稍微要有點轉型,就是你可能著重在社區這個方面,不過事實上我覺得我對社區能夠帶來的幫助,也是透過剛才講到的,不管是政策履歷, 不管是這種直播式的會議,不管是說各種各樣的公民科技的導入,其實就還是數位,就是說我不太可能去一個地方,然後就比那邊的NPO更了解當地的社會問題,這個大概做不到,但是要怎麼樣發揮數位的影響力,然後讓他們更在解決類似問題的人,能夠有所合作等等,這個是我做到的,所以我用的方式仍然是數位的,那這個其實不管是我做開放政府,做青年諮詢委員會,做社會企業,都還是用同樣的方法, 那政委講到這個,也不算出訪,就是到各縣市去,那你11月3號,你要去開一個協作會議,就是討論那個東西及廊道的這個禁於,那政委說希望開這個會議,可以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標,就是對於這個魚犬跟保育這樣的爭議上面,對,其實有的時候,我們是覺得說,大家會有爭議,很可能是因為各自對於事實的了解,是各自好像不同一套事實,所以我們把事實對解, 我們把事實對解決,就是很重要,那另外就是說,我其實10月2號,應該就會前一天,就會去登島,因為我之前也都是看像,就是所謂的,他們拍的這些宣傳片,或者是一些臉書上面,一些自媒體朋友們的發文等等,那但是我自己畢竟沒有之前,看過那一種快遞房,所以我想我會前一天先去看,那所以我想整個重點是說,其實我們現在看Facebook上面,大家要討論,因為我們要開始做會議的關係,大家也都越來越理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就是大家都開始舉出實際的事實,公文,法律,或者是一些當地的一些調查等等,那我覺得這些就是客觀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都是陷入就是我的感覺是怎麼樣,那其實不太容易對焦,但是我們先把客觀的東西做出來,然後對於同樣客觀的東西,每個人會有不同的感受,我們尊重各地的多元性,那透過直播,也讓全台灣更看到這塊地方,也更了解到當地大家, 不同的朋友們重視的不同的價值,所以我們不是在當場就做出決策,如果有關心過我們之前去恆春開的恆春的那個醫療後送的會議,就可以知道說,我們也不是在當地做出決策,我們是做出一些可行的方案,好比像說,醫院的一些擴建,或者是交通上的一些改善等等,那之後呢,我是拿回來這邊,去跟院長討論,然後去跟相關的部會討論,我們可能後面還會有一個政策形成的過程,然後就讓,好比像說, 海洋國家公園這個概念,其實大家都是蠻陌生的概念,在這樣的討論裡面,可以越來越形塑,而且希望在他們下一階段海洋國家公園計畫裡面,就不是各自為證了,就是所有的部會,包含就是農委會,或者是內建部,或者是所有的地方的朋友們,都能夠有一個一致的願景,然後去擬定下一個階段的計畫,所以這比較像是一個凝聚共識的方式,是一個對焦的過程,對,實在,那這種我想問說,像你剛剛講到說,你的數位的方式, 還是主要做事的方式,對,那你像剛才,證委就是做這個開放政府,應該是你上任那時候最大的目標,就三個爭議啦,對對對,那那個,那時候還有在這個PTT,就是徵求這個熱心的公譜和那個,對,鄉民公務員,對對對,那這個目前為止,這樣這個開放政府,你覺得成效如何,是,我想,首先我想要說,就是PTT招來的這個鄉民公務員,市民良好, 對,而且也有,也實質上有貢獻,那我覺得這裡的重點還是說,大家對於開放政府的感受怎麼樣,那這裡的大家不只是民間,也包含公務員本身,民間我這個就比較有量化的數字了,在我們開始推這一套,就是開放政府的相關制度之前,其實重營平台上面,連署塵案也沒有幾個,然後使用率也並不是很高, 那但是呢,在這一年來,可能增加了接近十倍,然後我們已經到達四百多萬個自然人,在這個平台上面,曾經發表過自己的意見,那我們也,尤其是最近的一些案子,也看到說這個對於社會輿論議題形成,相比叫帶風向,這個平台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對,那所以我覺得至少從民間的角度來看,這是政府的一個誠意,就是並沒有什麼事不能談的,那我覺得這個是蠻大的, 一個改變,以前感覺上就是凡是碰到跨部會的就不能談,單一部會的也許你可以寫到部長心象,但是跨部會的感覺上無處著力,那但是這個平台目前,大家都很勇於提一些跨部會的案子,所以你們也會一直發一些國發會正在,正在討論主協辦部會的稿子出來,就是這個原因, 對對對,我們的這個加8加9J案,非常有趣的案子,所以我覺得說,這個目的其實並不是說,我們透過這個平台,我們來整理宣導,那我們當然也不是說,大家在上面提的,我們都照單全收的,這兩個都不是,而是說大家是平等的,我們以前會說這種平台是叫由夏而上,但是我覺得夏上,這個只有公務體系裡面才有意義的, 當公務體系跟民間相處的時候,都是平行的,沒有夏侵上達這種概念,只有公務體系裡面,階層才有上下,那但是這個其實是民主的ABC,只是說台灣在此之前,可能就是在威權時代待了蠻久的,所以說大家還需要蠻久的時間,才能夠開始習慣說,本來人民跟政府就是平等的,那我覺得這個網路平台對這個文化的傳遞,我覺得起到了一定性質的作用了, 不過政委,像剛剛講到這個時區,一開始是連署說希望改,那後來很快又有另外一個連署說希望不要改,是兩個都正案,像這樣的狀況怎麼看,其實之前我們在很多議題上面,都碰過類似的,好比像說像分譯品權,在之前眾議院上面,甚至同時有四個連署班,兩正兩反,所以我們之前就碰過這個例子,那之前我跟各部會的講法都是一樣的,就是說好比像說當年的這兩萬人,因為四案, 這兩萬人等於都是來訂閱了我們的電子檔,我們不管是透過什麼方式,讓大家了解到政府的立場,或者是目前的情況,我們都一次讓這兩萬人了解到相同的版本,而這個很重要,因為這兩萬人裡面可能一萬人平常是看某些媒體,一萬人平常是看另外一些媒體,兩個都認知到世界很可能是不重疊的,那政府呢它就是站在一個橫平的角色,去讓這兩萬人能夠重新對焦,那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 做到的,那我們也理解到說像現在婚姻平權,大家是真的很能夠就事論事的,開始一條一條的這樣子討論,那大家可能還記得一年前的狀況並不是這樣子的,所以我覺得這種就事論事的態度,本身就是會增進大家對彼此的信心,也包含對政府的信心,所以我想加八加九這一案,我們也是把這兩案併起來,不管你是在哪一邊的連署人,我們都覺得是一起溝通的對象。 那這尾剛剛有提到說,這個PTT招來的這些公務員適應良好,那時候後來有多少人來應徵,然後他們大概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 不過這很有趣,因為當時PO的就是這位朋友,Smartline,他的一個前提,就是說他不會洩漏這些來應徵的人的所有資料,包含對唐鳳都不會講,所以其實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來應徵, 對,那我知道的是,有一些他真的被,就是他的次長,真的覺得說可以賦予他這樣子的重任,也有一些是他的部會本身有他的開放政府聯絡人,那這些來的人是比較有輔佐的一個角色,那有一些可能還是在原本的崗位上,他不叫開放政府聯絡人,但是可能是非常有創意的小編,這個我們最近也看到很多例子,那所以就是說我想每個人在不同的位置上,都還是對開放政府有所貢獻,帶來講。 對,你覺得這個,就是這個開放政府這樣實施來對公務比例多少還是有差? 我想最大的影響就是一個教育的目的,就是說會讓公務員腦裡想到五千人的時候,其實尤其中央政府,以前大家想到五千人,想到就是巨馬,想到就是暴動,對,那即使不是暴動,至少也是一股很沉重的壓力,那但是我們現在發現說你引進一些技術,引進一些新的觀點,把大家看作出來寫, 做的,有時候就坦然承認我們不會,然後大家來幫忙,那這樣子的態度,往往就是讓大家,首先就是一些朋友一進了廚房,就發現說,對,這個菜還不是很好燒,那如果這些朋友們,如果真的是專家燒出來比我們好,那更好啊,不是嗎?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覺得我們起到一個教育作用,就是民間來的這些抗議,往往抗議後面其實是想幫忙的,那如果你第一波這個東西能夠處理得到,你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些盟友,那這個我覺得,我們真的有改變一些公務員的想法,對 那政委,其實我覺得你很在意,就是很重視這個凝聚公司的過程,那像有些,你有一個平台就是讓各部會可以提案,就是說有一些政策凝聚過程,然後來進行討論,但我看有一個案子就是這個遙控的無人機啊,對,這個案子,就是有一些非案啊,或是闖入禁區的問題,那民間局也有想要說,那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們大概凝聚了哪些公司? 好,這裡面其實有幾個很有趣的,就是我記得當初交通部來的時候,他就是說我們要設計一個,就是禁飛無人機區域的logo,然後他們就很大方的說,這不是我們的專長,我們希望社群來幫忙,然後社群真的幫忙,真的設計出一個logo,對,但是這個logo好像目前還沒有翻,我們還不能秀,但是我的意思是說,有一些比較小的,就是說大家可以幫忙的,那關於這個政策本身,其實我覺得澄清誤解,是最重要的一個功能,當時大家看, 看到說250克以上,這個交通部希望說,還是登記一下,然後再飛嘛,那大家就會腦裡有一個圖景,就是你要抱著一台在這個網購買的無人機,跑去當地交通局的櫃台登記,那大家就會覺得很老名,但後來發現不是這樣子,你就是持續開它的網頁,然後打一些這個它的型號等等,可能不用三分鐘,就完成了登記,但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的原因,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它要問你一些問題,來保證說你知道,就是在用的時候的一些倫理,一些違反是什麼,所以這其實有點像是一個交易目的,那這個交易目的,它也不會花你很多的時間,然後呢,大家本來覺得很擾民的,這樣聽完之後,哎,覺得可以接受,那所以這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大家對於無人機更多的應用,好比像說在貨的應用,好比像說,可能你在就是,目前無人機能夠飛的範圍,跟民航機飛的範圍, 相當於中間,其實我們看國外有一些測試,它已經開始把它當作貨籍,就是無人物流了,這樣的方式使用,那這個部分是比較實驗性質的,而交通部目前只能管它們懂的,就是它們已知的部分,所以我們目前就是所謂的兩階段修法,一個階段就是目前我們在民航法裡面,無人機專章,可能這一兩個禮拜就會提出來一道約會了,我們出約是已知的,然後我們已經知道有空飛機,無人飛機,可以用什麼方式,可以避免一些風險,我們這個部分先做, 那另外一部分呢,我們也會去對於這種創新實驗,它就是要在某一個區域裡面,去用大型的無人機去做送貨,這種無人載具,或甚至未來空中計程車,這樣子的東西,如果要做實驗,我們另外開一個類似金融善河,這樣子的創新實驗條例出來,所以這樣子就是比職位其實會分得非常的清楚,那而且這個創新實驗條例,也不一定完全由交通部來主政,它可能就是用一個共識的這個科技的實驗方法,讓大家知道, 說這個科技進來的時候,我們怎麼樣去跟它對話,那這個是未知的部分,所以我想當時在協作會議,很多朋友提到這種很創新的應用,那交通部也能夠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做回應,我覺得也很有幫助,就共識是說,已知的部分先讓大家有教育,那未知的部分又創新實驗,那已知的部分就是主要就是在這個禁備區域的這個部分,可能會做一些管理,其實地方政府它當然可以去說,我某些地方要停飛嘛,那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或者說任何的法人,或者說一些公司,無國民間的組織,它如果要去做更額外的利用的話,它現在有一個單一的申請的窗口,那如果進飛區有一天有改變了,那交通部現在會有一個APP,就是會有一個網路的一個平台,讓大家能夠及時的去看到這個圖子,甚至未來直接整合進那個無人機的軟體裡面,這樣子就叫做Geofencing,就是它飛到這邊,它自己就會減速,這樣子,所以我想這些部分,它都是需要一個各界更多的溝通, 我們才能更知道要怎麼樣設計,但是要先有這個母法的授權嘛,所以這部分我們把移植的先過,我覺得它是蠻重要的,那像這個修法的過程,除了那有等於是說,規篇要做這個登記嘛,250克以上,要做登記,那除了這個還有其他的管理,就是什麼?其他的就是原則上就是你要在牧師劇裡面嘛,對,然後通常就是要在白天嘛,然後它有一些就是我們其實看簡報就可以看到的一些注意事項,但這裡要特別講的就是說, 只要你提出了一個就是運用方法,然後去申請,所有這些都是可以獲民掉,好比像說,如果有人要做農業的噴灑,那這個東西它可能就是沒有辦法說,我一定在哪一天飛,因為要看天氣,然後同樣的它面積可能也不會完全在牧師範圍,或者它用別的方式去盯著它等等,那這部分我覺得某些部分如果到完全全天候古人,可能就會變創新時間條例,但是如果是現有這個東西,單點單點放移, 那這個就是循跡有方式提出申請,大概是這樣做的 這剛剛還有一個另外一個案子,也許就是說,像醫師跟心理師有透過網路平台提出諮詢,那像這樣的案子目前,你大概也討論了哪些方向? 對,這個其實我們就是在這個禮拜四嘛,就會有一個線上諮詢會議,我想這個是程序者之前V台灣平台曾經討論過的一個平台經濟的一個處理原則,那我覺得我很感謝社區, 就是我們本來是把它叫做共享經濟的處理原則,那後來大家來這邊討論出一個最大的公式,就是對共享經濟這四個字,我們沒有公式,但是我覺得這樣很好,就是說大家覺得說我們如果要一視同仁的話,我們理論上所有透過網路平台去媒合服務提供者跟服務的需求者的這些,應該一視同仁,不應該去管說它是長期使用、短期使用、它是臨時使用、它是臨時使用、 永久使用等等,它應該這些部分都要討論,都要考慮,但是這個東西不是說主管機關要一刀切說,你去共享經濟就適用,不是就不適用的這樣一個概念,所以我覺得很好,就是它擴大了範圍,那這也讓我們看到這種諮詢會議協作會議的好處,因為如果像一般的問卷調查,或者是所謂的公信會,往往是部會已經匡定了議題, 大家就是要在已經設定的範圍裡面來討論,但是因為我們的協作的一個強調,就是大家是對等的,如果你覺得部會沒有你專業,那你可以提一個更好的版本出來,那所以後來社群真的提了更好的版本出來,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平台經濟的法規調適原則裡面,由國發會去擔任這個去統籌的一個角色,去讓各個部會去討論說,有哪些東西你可以透過網路平台來進行處理,那其實像心理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因為心理師法裡面本來只是, 並沒有說他不能夠在網路上面去做,但他也沒有說他可以在網路上去做,因為在訂的時候就沒想到這個,好,那這個時候呢,以前的問題就是說,不會通常會去保守警示,就是說沒有一個函事特別告訴你可以做,那就不能做,那就會讓有一些新創會覺得很不平,因為明明母法子法都沒有寫,那為什麼不行,那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一個調適機關,那現在我們現在真的有一個平台經濟的檢視原則,也真的有國發會法學來當這個調適機關了, 我們就可以把心理師法,把各個這種法律都放到這裡面去做測試,然後去各界看說,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是不是出診還是要面對面,但是復診可以,通過網路啊等等,到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國發會,我們美齡主委特別在講一個精神,就是如果法律沒有特別一些不能做,那應該是要可以做才對,只是做的時候如果要注意什麼,大家要討論出來,那我覺得這個才是跟得上科技進步的方法了,尤其我們大陸法系, 我們沒有辦法靠得已經判例,那我們就是要靠在家家面對面溝通,來形成各部會統一的見解,所以現在目前還是在凝聚公司的時間,對,但是我想禮拜四就是各方都會已經帶一些版本過來,我們就可以實質做討論,那政委剛剛講到這個國發會,那這個國發會他們,陳政委他剛上任,他就有提出要成立這個個人資料品,所以像各部會收集到的個資不一樣的,那有時候可能,如果譬如說交通部, 譬如說交通部會收集到的一些,那我另外一個部會要用,我既然要在另外的收集一次,我不能直接留用,他這個平台就是想要說可以留用這樣子,但是好像被批評有一點,說這樣會有人侵犯理私,或是侵犯個資的問題,那政委怎麼看,像這樣的這個平台,是,那我想,我首先想要強調的就是說,這是現成的,就是國發會的發泄中心,他們並沒有成立一個新的機關,他們是在現有機關裡面去運行的個人資料品益機制,好,那這是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 是說個資法的解釋,當然還是法務部,我們之前碰到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是說,有些部會他甚至不去管法務部,他就自己解釋了,過寬的也有,過嚴的也有,甚至對於就是收集處理利用的定義完全不一樣的也有,那問題是,因為我們個資法跟國際不一樣,我們沒有個資的專責機關,每個部會就是自己的個資專責機關,那所以就會變成是說,好像我們有32個個資專責機關,而他們之間, 有點像國際關係,這樣子的一個情況,那所以我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長期來看,我們還是要有一個獨立的個資專責機關,但是在此之前,我們要先讓各部會熟悉說,個資法是要有統一的方式去解釋的,那這個解釋呢,我們會用公開透明的方式,去讓各界都看到,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解釋的原則是什麼,也就是說,法協在這方面的角色,國發會在這方面的角色,並不是去代替法務部做出解釋, 也不是代替目前各部會的權責機關去做他們的個人資料處理,而是一個平台去讓各界都知道說,關於這一個方面的資料,我們目前的處理原則是什麼,所以它等於是有一種,它真的就是一個評議機制,而這個機制就是讓各界都知道我們正在怎麼想這件事,所以我想也不能說是流用,因為一講流用,大家就會覺得說,把資料直接靠過去,但不是這樣,就是說,我們即使在機關內部的這個使用,我們也是要遵循個資法, 我們不會超出各自法,而且有了這樣子的評議機制,各界都可以看到,我們如何沒有超出各自法,反而沒有這個機制的時候,大家在不會,就是我也不會講思想受受啦,但是自己去接一些資料的時候,其實有時候法務部也是不知道的,各界也是不知道的,那當然就是在各自法的就是解釋慢慢出來,就是今年的就是行政法院解釋出來之後,各部會當然都比較有齊敵的見解了,那但是我們會希望這個見解還是讓社會各界都知道, 而不是只有政府本身制的,所以這個評議中心本身並不是說在協調說,欸,交通部可以跟哪部會要資料,而是說我們是算是一個公開對,等於就是交通部要跟別的部會要資料的時候,那好比像說他是覺得本來的統計資料他不太好用,他希望用到別的統計方法,那現在這個機關呢,好比像說我們隨便講電子發票好了,那電子發票呢,他本來就可以用各種不同的統計方法, 他只要這個統計的結果,不要侵犯各自專號的人,就是他能夠說服各界說,欸,你不能還原到特定的個人,本來就可以做統計,問題只是說他們做的這個統計方法,可能跟交通部要的那個統計,可能不一樣,那這個時候這個評議中心就覺得說,我提出一套統計方法是介入我需求的,但是我還是沒有侵犯到各自,那這個時候由這個主管機關去運行這套方法,他還是指公開,或者他還是指出, 傳輸統計後的資料,對,那我覺得這個過程,其實在歐盟國家,因為他們要運行新的論資法GDPR,這個這套方法是已經,他們比較有經驗,那我們現在當然不是說照單全收,但是我們至少讓各部會的朋友們,不會看到各自好像就束手無策,而是覺得說,欸,我們有一套依法行政的方法來處理,意思就是說,我們不會直接就把原始的資料給出去,而是可能就是運算後一個統計的結果, 或者是怎麼樣的,它本來就是只能,如果要開放的話,甚至它的這個風險值要計算到最高,因為就是假設,就是你有我所有別的資料,現在多這一筆,不能讓我多曝露太多的隱私風險,那像這套計算,在大北有他們資訊中心的部會,他們是算得出來的,事實上我們有三四個部會都計算過這一套,但是也不可否認,就是很多小型的部會,或他自己資訊中心用那麼強的部會,你要他們去算,那是, 那反過來講,也就是說,他們計算的方式,也沒有辦法用一致的方法,讓社會各界都知道,所以就會產生懷疑,就是說,你既沒有那麼有能力,但是出業過程裡面也沒有讓各界知道,那當然從部會的角度看來,當然就是最保守的去利用,那我覺得我們是大家個人資料的存放者,我們當然不會背叛大家對公部門的信任,這個絕對不做,但是反過來講,就是統計應該怎麼做的這件事情,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只是這個討論要再公開, 透明的情況發生,以及未來還是要有一個獨立機關,我們現在等於是,在朝向他的過程裡面,讓各部會更習慣的一個基金,那並不是說像外界級的那種,就不像,不會像大家擔心的那樣,我想就是他實際運作起來,看前幾篇稿子,大家就會真的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那有沒有,有沒有實際的率子可以值啊,就是目前這個,他實際上有寫,就可能有實際做了哪些,好像很誠實的跟你說,目前還沒有, 對,包含目前沒有寫字也是可以跟你說的,就是說目前當然有一些,提出來一些想法啦,但是這些事實上都還沒有進這個機制裡面,對,因為這個畢竟對各部會來講都是全新的,然後當然我們也有發文給地方政府等等,所以說未來前幾個案子會是怎麼樣,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也很期待,就期待第一件案子,真的,沒有提,那周伯剛剛,還有一件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PET的創辦人,然後這個杜一錦杜先生,他為台灣創這個AI實驗室,然後科技部也把這年定為台灣的AI人員工,對,那你怎麼看這個台灣在AI發展像這一塊,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呢,我覺得當然現在就是尤其科技部,然後理基克部會都投入了相當大的資源,那整個目的當然是希望說,我們不只是發展AI技術本身,也是透過AI這個技術的興起, 把我們現有的優勢,也就是包含半導體在內的各個不同的硬體的優勢,跟,因為AI它到最後是要跟人類相處的,它要像人一樣學習,所以跟一些比較軟性的,好比像說社會學,或者是一些人文方面的學科也能夠整合進來,那我覺得我對它的態度跟之前我在看VR的態度一樣,就是說這些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去打破之前我們在教育階段裡面就養成的那種,好像大家都要分科,然後大家都是專輯, 但是跨領域長得很困難,或跨世代長得很困難的這樣子一種現狀,那因為這些新的科技對於所有的領域來講都是新的,所以大家面對新的東西的時候,就比較不會有本位主義,然後會比較一起去想說,欸有新的技術出現了,我們要怎麼樣運用它來讓我們的生活過得更好,而不是感覺上就是說,欸這個我最懂,因為沒有人最懂,這個是全新的東西,所以我自己的感覺就在世衛國家創新經濟的這個方案裡面,當我們在 碰到這種,好比像說無人載具,它就是移動式的AI啊,它就是一個AI在路上跑,你是不是把它想成一種新的物種,都可以啊,我們就是要學會怎麼樣跟這樣子新的物種相處嘛,對,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互相的,就是整個社會不會覺得說,欸好像是政府硬要壓下來做什麼,反過來講政府也不要覺得說,欸民間廠商我就是要去管制它,而是雙方一起做下來,然後凝聚共識,透過像剛剛講的創新協定條例, 這樣子的方式,希望整個社會可以看到說,欸這是一個,就是可以互相domesticate,怎麼講呢,就是互相巡化的這樣一個關係,而不是洪水蒙手,大概這樣,所以我想我的目標一直都是說,這些技術出來的時候是讓社會更能鄰居,而不是讓社會更對立,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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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這是全世界性的一個狀況,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己這邊是在十二年國教裡面,我們特別強調說,我們未來不是在培養各科的考試的那個能力導向,而是所謂的素養導向,那這個素養導向裡面就包含運用子通訊跟媒體素養,皮擔思考這些,來融入他的各科的教學,也就是說讓小孩不會覺得說AI只是我上城市設計課的兩個小時做的事情,而是說所有的這些工具, 都可以讓他在各個學科的學系上面,能夠變得更好,那當然我們如果這樣全部做下去,但是只有都會區的小孩享受到,那其實這個會加深社會的對立,這個在全世界都是覺得說,AI有可能撕裂社會,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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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台灣我們有很不公平的一個優勢,就是說其實台灣真的就這麼大,嗯,嗯,嗯,你把寬頻網路渡到每一個地方,確保大家有網路的人權,確保高速運算是每個小學生都用得到, 確保每個教室都能夠有好的對外的連線,以及都有投影機,都有設備,這個真的我們做得到,所以我們會把數位平權,把它跟數位機會發展這些東西,跟所謂的AI產業發展,人才培育這些東西,不會把它看作是對立的,而是大家在學習的過程裡面,就好像是這個火的使用,就是說因為AI我常常舉一個比喻,就是說它是把我們腦裡面一些,我們不假思索, 一兩秒鐘就可以想到的做到的事情,把它移到腦袋外面去做,那就好像當年這個火,發明的時候是把我們的消化過程啊,也移到外面去做,大家就可以吃得更好,可以準備更多的東西,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它有它的危險性,火也有它的危險性,但是我們解決方法並不是只讓一小部分人去使用,而是我們在一開始加政客上面,就教小孩說怎麼樣用是危險的,怎麼樣不能夠做,哇斯蘭奇特怪,然後所有這些東西,那同樣道理, 也不是大家都要變成你吉林主廚,而是說社會上每一群人都有,他可以稍微自己在家煎個荷包蛋,然後到能夠稍微煮菜給朋友吃,開個餐廳等等,那同樣道理,AI也是融入大家的生活,大家覺得說用起來很方便,如果再懂一點點,可以去訓練一個個人的助理,再懂一點點,也許就可以去做更大規模的資料搜集跟分析,那重點說每一部的人都可以知道說,它上面還有一個社群,這個社群它隨時可以去問問題,而不是說好像 社會上就只有完全不懂的跟非常懂的人,這個是我們盡力想要去做到的一個新的,就是一個POLA,一個學習POLA的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想問問,這樣是走關寫程式的這個部分,歐美在推行,就是即將已經在做,就是幼稚園又開始去金屬寫程式這塊,那臺灣其實在這塊好像比較,沒有辦法 我們國教課綱也要,只是我們沒有放到幼稚園而已,對 但是那個整體的那個風氣感覺比較起來,還是有一點差別,那臺灣覺得說這塊還可以怎麼樣再去推動,還是事事說 我想新課綱的特點,就是說它並不是要每個人都跑去回寫程式,而是每個人都不怕寫程式,這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看得懂程式,這所謂的運算思維,就是不要把這個當作黑盒子,把它當作是 你很容易了解的事情,有點像scratch這個語言,它就像拼拼圖,它並沒有很困難 那這個就跟什麼呢,跟法律是一樣的,我們並不是讓小孩都放在寫法條,我們也沒有需要那麼多的法律工作者 但是同樣的道理,如果小孩看到法律就望而生為,他就沒有辦法保障他自己的權利,所以就是說法律素養比寫法律的能力要來的重要 所以我們所謂的自動訊融入教學的意思就是說,寫一點小小的程式,或是說運用一些現有的程式,能夠改善你的生活大概到這裡 但是如果他對寫程式很有興趣,他再繼續鑽研特定的程式語言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說,在法律上面也有,你如果對法律很有興趣,也許你就可以開始自己自學 可是到某一個程度上面,你就還是需要一個專業社群,還是需要律師、法官司法官的這些角色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說,如果每個小孩在學習過程裡面都覺得說,他隨時想要多學一點就可以多學一點 這樣子會比大家去學特定的程式語言,但是過了三年他就退流行 那是這樣子我覺得會比較好,就是我們不會去追求亮點,我們追求的是大家對這件事情的素養 就我們最近要在寫程式嗎? 每天都有寫 寫哪方面? 我最近寫的程式是,這個把我們的逐字稿,就是整理之後上網啊,好像說排版啊,或者說誰說了什麼啊等等這些部分,變成全自動的 所以等於說我看完了十天之後沒有問題,我就打個勾,然後他就直接就上網,就PO出去了 那以前還有一些手工的操作,那我跟我們PITES的朋友們就是合作,就把這個手工的操作把它都完全自動化掉了 其實這個目的就是一樣,就是當我發現我在日常工作的時候,有些事情我要重複做,我就會隨手寫一些程式,把那件事變成我以後不用去想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素養導向,就是會覺得說凡是榮工,凡是重複工作都不應該由人來做 那如果我們有一代的小孩成長起來都有這個想法,那其實不要說什麼數位化,我覺得AI融入生活這些,他們就能夠自己去處理 就不需要一個很英明的政府來說,我們一定要在某些領域發展 那這些程式有給其他的多個資料嗎? 有,全部都是公開的,然後我們,對,然後我們,這我就不敢說我有參與了 但是我有這個幫一點忙規劃的,就是像這個殺劇雲的這個共筆的一個系統 那就包含我們的工作的所有的每一個人的,每一個人我們辦公室目前正在做什麼啊? 全部都在上面可以算,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用這個開每天的什麼匯報也可以知道大家在做什麼 因為這樣子大家就很清楚,只要認得這些臉就可以知道說所有人正在做哪些事情 所以包含公務在做的事情啊,所有這些事情其實都在上面 那這個東西,依我所知,我們院裡資訊處也在運用 那他們運用的時候就具體提了一個需求,就是本來這些全部都是英文的 那他們就是比較難讓一些英文比較不好的公務員來使用 那我們才剛結合社群朋友的力量,一起把它全部都翻成中文 那所以未來在推廣上可能就更容易 那這個就不只是大家協作戴外事項,包含我們的主字稿啊 包含我們的就是試算表啊,所有類似Google Apps有的這些東西在上面其實都有 所以我們這部分之前也跟台北市資訊局合作 也去幫他們做了一場教育訓練 那這些當然都是免費的,都是自由軟體 所以也是我們子安處有曾經請人來看過 就是滲透測試過,然後確保說沒有問題 那所以這部分我想他就是慢慢的透過我們的工作 去傳染到各個不同的機關 大家要開始運用這些數位的工具來讓自己的行政更方便 所以我也剛提到說有一些免燈都要做的事情 都會有想到要把資訊給料 像你的主題稿是不是用數據師嗎? 你有沒有考慮過就是把原因辨識可以吃東西嗎? 據說這個是科技部的第一個Grand Challenge 他們正在爭建希望整個社會來一起解決 具有台灣投音的華語 要怎麼樣準確地辨識這個問題 所以我當然也非常期待 就是科技部的這個Grand Challenge 能夠有好的成果 這個成果我們也可以投入實驗 相信這個也會讓各位的錄音比這個 真的耶 必要實驗的效果 被解封給我們 很需要的 對對對 像那個懷我欺騙家那一個是 是什麼樣的一個? 那也是一個連署案 對,就是大家希望這個國庭假日去修法 然後去多方欺騙家 像這個還可以再點進去嗎? 對啊,都可以再點進去 可以偷看一下 可以偷看一下 當然可以 對啊 那我們的稿子都是這樣子 就是會說時間、地點、拍拖 誰講了什麼話 然後呢 那因為開完會之後 有十個工作天的時間 大家都可以上來修改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讓 特別要國發會、勞動部、內政部的朋友們 都比較熟悉這條系統 因為你只要來開會 你就會收到這條系統的連結 那大家編輯完就是十個工作天之後 那它這邊就有一個行碼 公開將於11月23日 就是今天公開於PDES的網站 所以我們如果去點它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公開以後我們也看得到 對,那這個就是自動化的部分 就是當大家編輯完沒有問題之後 我就按一個鍵它就自動公開 以前是比較麻煩的 對,那所以 這是逐字的 對,對,當然 那就是用聲音變成字 對啊,對,但是是有人在打的 還是有人在打 沒有啦,現在沒有 聲音還在研究 對,現在還在研究 對,那這樣子就可以直接變成這樣子 那大家就知道我們討論的這個過程 然後也包含 為什麼這一案是由內政部做主責 而不是勞動部的整個的原因 因為在勞計劃裡面 已經明明定說大家的休假 都是內政部統一辦理 這件事情其實知道人很多 好,那所以這件事情 為什麼後來內政部組織 我們就在這裡講得非常清楚 那我覺得這個組織的好處 就是說我們在面對面 跟連署的朋友們對話之前 我們不會內部的協調的過程 也是公開的 我們並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地方 這樣 那接下來什麼時候還會再討論這個期限下 不就後天嗎 後天 對啊 也有直播 也有直播 有沒有可能真的就給了 這個就不是我們的這個權責啦 因為我想我們能夠講的只是說 勞動部現在很明確說 不可能只是勞工放假 所以如果要放的話 其實就是軍工教所有人都是議題的 這個是我可以先講的 那所有其他的 其實就是看當天內政部的朋友 怎麼樣去回應 因為其實這個提案還有兩個訴求 不只是要多放 而且他還希望從辦法的層級 提升到法律的層級 那所以這兩個部分 其實他的回憶也不一定都一致 那我們協作會議的特色 就是我們是蒐集多元意見 不是當場熟人頭投票 完全沒有這種事 那蒐集完之後 大家有一個共通的一個概念之後 這件事情我再拿到政務會議上 請院長做一個政策方向上面的討論 所以我想我還是就是一個通道的一個角色 像上禮拜你都下了很大的 他每次好以承載 蔡佳說的表彰 所以其實在政務協助下之前 記得然後三月的時候 是的 有完成一個森委會的一個蔬菜採銷的 是的 是的 那時候只有出戶的東西上去 對 然後 現在多滿多東西 而且他改名字了 從蔬菜改名叫蔬果 應該是一起 對 立刻出現得好快 對 那像這個平台我們有去運用過 那他其實裡面有很多統計的數據 但是對有些農民來講 這個東西好像有點 對 還是有點難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們問了一些農民 但他們其實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對 所以說 那現在這個計畫是不是有比較一個新的 對 我覺得我們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說 之所以會有人來要去 或交易加量合適 表示這個真的對於市場 透明化有幫助 但是這個就是他本來就在關注這個的人 對這個不關注的人 確實就像你說的 並不是大家就莫名其妙就知道這個平台 所以另外一部分我們正在推動的 就是把這個平台裡面 大家查得到的所有的這些資料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有了 就是這些資料它會註明它的來源 所以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有點政策履歷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怎麼拿到這些資料的呢 我們是去協調農糧署 市政府的資料開放平台 金發局 農委會等等 透過他們自己的開放資料的政策去運用 那我們會公布這個的原因 也是希望說有一些針對特定農友 可能把這個弄成他們更能夠了解的一些開發者 能夠接力 我們這個只是一個示範 那從這邊開始 你對特定的使用族群 你就可以用我們也在用的這些資料 去做成更切合特定的需求的朋友們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以我所知 就是農委會也有他們自己資訊中心的朋友 也在做這一方面的就是所謂的公民協作 那這部分我就不是很清楚細節 但我覺得我們的目的就是確保 它的資料品質無餘 就是任何時候都是OK的 不是說之後不會有餘啊 說不定也會有餘 然後另外就是說來確保它的 就是它的資料格式不會跑掉 那這樣子的話在這兩個 就是品質跟格式都不會跑掉 授權也是開放的情況下 民間才會開始有開發社會創新的運用的動機 因為如果不是有一個政府在後面背書說 這些不會跑掉的話 有時候我開發完你網頁就改版了 網頁改版了我怎麼辦呢 就只好收起來這樣 那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是 穩定的部分是我們可以治理的 但是您剛剛說的就是針對特定的農用 再去開發應用 那個可能要民生的朋友來做 對 就我們這個 這個平台目前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了 它就是未來會按照這件的需求 把更多的品項加上去 然後這個每一次加上去 它就會在這個自選項目裡面 其實我從上次看到現在又多了一些 好像說台中的也進來了 就多多少少還是會更新在這個上面 但是如果您講的是介面的話 對 目前我們並沒有對介面做很大的改版 這個想法 那有時候要怎麼去訪問嗎 因為目前它的 對 我覺得這個 對 我覺得這個 對 我覺得Promo的一個方法 當然是就是如果你們覺得對你們報道有幫助的話 就可以把平台的截圖或網址負擔你們報道 那你們報道一出來了 別的報紙就會轉啊 別的報紙轉了大家就會點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央社還是最重要的一個圈 就是回去要再寫一次 沒有 而是說你在報一些比較大於承災或什麼時候 你如果用到上面一些圖表 真的 目前也是因為這個媒體朋友的要求啦 我們在就是做一個作物的查詢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選擇橄欄好了 那在查詢的時候 它右邊就會有這個 它會有連結 有QR嘛 所以其實真的 你真的可以考慮在 就是 新聞裡面放個QR嘛 或者放個什麼東西 那這樣的話就有一種 什麼 四張EQ嘛 QR嘛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那至少你掃一下 就可以知道這個資料是從這個平台來的 所以其實現在要達到五千層案其實很容易 也沒有啦 也沒有很容易 所以要可能可以一點點大家關注 像這一次這個時區的 對 就是反對變風格 兩邊就成岸 是 對 所以像這個門檻的部分有沒有有想過 這個門檻是算過的 就是是用我們的人數 其實英美 各個有這種連署平台 大概都是一個固定的比率 就是把人口成一某個百分比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到目前沒有覺得 一定要調高 因為其實你說成岸很容易嗎 其實沒有 我覺得大家會覺得成岸很容易 是因為高度爭議的題目 之前沒有管道可以處理的 現在在這邊冒起來一次 但是其實你同一件事情解決的時候 六個月之內也不能再提 所以這種高度爭議的 之前都沒解決的 說不定立法院也討論過的題目 其實這種東西它會冒過一波 可是冒完之後我覺得剩下的 還是實際真的能夠反映明虛的 而且有一些新的 那我自己當然是有一些關注的點 好比像像這個 就是規定全國床物電子能販賣 收容動物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因為它並不是圖利特定於人 不是人類嘛 然後它在組織的時候 也都是靠民間自行組織 而且它並沒有很高的針對性 它並不是說凡之賣蠻也就是壞人 它沒有這個意思 但它是覺得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先就是以優先啦 就是以收容動物為主 那確實像加州或者一些其他地方 像信澤西州吧之類也開始在討論這樣子的立法 所以第一個是說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像是由下而上的 就是說行政院可能一下子不會想到 但是大家來提了 我們真的覺得可以來好好討論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常常在這個右邊的其他想法這邊 其實就會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其他的想法 一些他需要配套的一些措施 然後一些等等的這些部分 然後以及定義是不是包含鳥群爬蟲魚類啊等等 也就是說 而且有時候他們提出來這些想法 你可以看到連署贊成的人也是同意的 他們的贊也比許多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並不是一言塔 不是好像你是這五千人 大家就是同一國的 大家非得追隨某個領袖不可 沒有這個問題 而是說這五千多人都有各自的想法 而這個想法裡面即使是挑戰性的 或其他意見 別人也有這個牙量去接受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政策形成非常有幫助 因為我們只要看這個討論區 大概就知道目前大家最關心的 論員意見是哪些 那這個對公務員也有相當大的幫助 因為他不會覺得說 好像我只聽了四五個人的意見 我就做決策 所以像這種有機形成的 我覺得真的是滿好的 是這個平台的很好的運用 當然我不是說其他別的動員來的就不好 但是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認為那個提點的平台 你們有算過說他的承暗率 大概有提升嗎 還是一年來都差不多 我算過承暗率差不多 承暗率就差不多 對 但是因為提案數多很多 多快十倍 所以承暗數當然也很多 像這邊沙維瑪都來了 對 沙維瑪那個把它駁回掉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後來把它救回來這樣 然後特別拍了一個片 去解釋沙維瑪 對 那這其實是一開始是鄉民的 TRAWP等於 你想要發揮第二場 對 可是我覺得像沙維瑪那樣子 也很好 如果 就像我們在那一部片裡面的 就是 確實農委會 或者甚至經濟部環保署 大家自己都有一些相關的 動物相關的政策 或者像特勝中心 當時還專門為了 沙維瑪製作的專輯 所以說只要有這個梗 表示大家正在聚集在這件事 那我們大家就趁這個機會 讓大家更瞭解政府在做什麼 有何不可能 我覺得就是很棒的 那我現在都會回答 好嗎 真的要坐還是坐著 快點快點 好嗎 不要想換地方坐 不是不是 哪裡比較好拍的 不全坐這邊啊 不全坐這邊 眼神才對 好 對啊 腳要出路也很快 這很好玩 不能 不能 不能一舉又吃過嗎 吃過嗎 我們也要吃 我不會撿 你不要吃造極章 對啊 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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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嗎 最多了 好 那鄭偉我們就先來開始快問快答 好 來 那現在開始 鄭偉最崇拜的偶像 沒有 最得意的是 正在進行快問快答 最挫折的是 不知道下一題是什麼 最喜歡的電影 最喜歡的電影 沒有沒有什麼最喜歡的電影 最喜歡的遊戲 最喜歡的遊戲 可能文明帝國系列 最喜歡吃的零食 最喜歡吃的零食 我真的不喜歡吃零食 最想去旅行的國家 最想去旅行的國家 都在VR裡面 那但是 火星好了 火星 但是火星不是一個國家 對不對 去過最美的地方 去過最美的地方 應該就是在VR裡面 我們佈置出來的那個討論群 Plurality 最常跟同事講的一句話 最常跟同事講的一句話 斷信 我沒有什麼最常跟同事講一句話 這可能要問同事比較準吧 我沒有什麼口頭講 我自己不知道的 好像也沒有 就沒有 有吧 好像沒有 都可以 好像 有有 我們準時開始 哦 對 我每次 每次回憶 我第一句話都說 那我們準時開始 可是 這是沒有什麼影響 那最常做的運動 最常做的運動 之前是在VR裡面射剪 那現在還有打網球之類的 但都在VR裡 化妝舞會想扮演的角色 那就自己 最討厭記者問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 問什麼都可以 你的電腦桌面是什麼 我的電腦桌面是太空站 國際太空站看地球 壓力大的時候會做的事 壓力大的時候會帶上VR 從國際太空站看地球 推薦大家看一本書 Contact 被偵詢出任證違時你的反應 我的反應是 就我想 我還是要先問過家人 當證違以後最吃驚的事 最吃驚的事就是說 只要我願意吸收掉全部的風險 而且把所有的credit都給公務員 那公務員非常勇於創新 一句話來形容 是在行政院長賴清德嗎 行政院長賴清德 我覺得他相當的善於傾聽 然後也善於解決問題 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這位真的是很好 的受訪者 阿们